這個禮拜聯準會可能開始說表 那化街事實上預期 明年的六月或者七月 廢的可能升息 不過台股在這裡震盪整理 那我請教趙莉 這一陣子本來漲得比較兇的小股票 這兩天也休息 那可是呢 油資非常豐富 所以呢 台股事實上感覺也沒有一個很強的下跌空間 對其實沒錯 我想看多的人一定會很懷疑 因為每股每股四大指數 其實都是創下歷史新高的水準 那大家過去會認為 一般正常的人他會認為 其實台股跟美股的連動性很高 所以台股在這個地方 他一定股價被委屈 可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股價不上去一定有他基本的一個理由 那當然一個理由是說 雖然最近的一些財報部分 比如說上一季的季報的部分 或者是未來的漲望 大部分都由於市場的預期 可是大家對於未來的漲望 還是有一些的盈利 其實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大家會不會發現 其實外資真的沒什麼在買進 這兩天稍微買進 為什麼 因為我個人覺得 其實你看全球股市就知道 因為美元的部分 從五月份的低點到現在 大概反彈了5%的一個水準 那很重要的一點 當美元反彈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發現 美國股市沒有影響 非常成熟的股市 像德國法國 沒有影響 大概在新高附近 可是你看南韓股市也跌 你像巴西股市 最近也跌翻了 跟原物料有關的發行股市跌翻了 那台股的部分也漲不上去 其實這有一個邏輯啦 就是說外資的部分 為什麼這個地方不買 除了疑慮之外 最重要的 他怕美元升值啦 萬一美元升值 相對台幣就貶值 對 那他這個地方假如買 那萬一又有匯差 對不對 他就會受害 所以亞洲的新興市場 都有這種壓力 對 其實像之前強勢的 像印度 最近的股市也在跌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這個地方來講 你不能看美股市大指數漲 如果漲就去追台股的部分 我覺得要看外資的一個態度好 那當然這當中來講 你像台積電連電 其實這些法說 對於未來的漲 不管上一期的激發或法說漲望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兩檔股票漲不上去 為什麼 都在整理 對 都在整理 因為這種股票外資買 可是我剛剛提到 外資不太可能 這個地方一天買個 一兩百億 三五百億 就是持續買下去 不動之後 當然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漲的會是漲 比如說有一些股票 像華新科 股價出現跌升的一個反彈 另外的 你比如說像玉創 這種就是小型股 可是這種股票漲多 最近小鬼當家的股票 營收跟不上來的 其實要解鎖 另外萬海的部分也是一樣好 那弱勢的 像世界先進昨天效果法說 結果昨天大漲 盤中漲停 結果今天就回到 今天就吐回來了 對 所以就是說 其實這些漲望相對常來講 真的是不錯的 這很多都一兩天行情 所以你跟著去追的話 隔兩天可能又被電 對 其實我覺得 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九月份的 年輕人的開戶數非常多 大概三十歲以下 大概占了五十幾% 所以這些人 因為開戶數很多 沒看過空頭 所以很敢追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最近長得都小型股 我們不要講他腰股 就是越會長的 這些年輕人越敢追 可是追 你要看基本面 假如營收獲利跟不上 你真的要落袋為安 那我問你 今年大概四五月的時候 五六月的時候 航海王們也都追得很厲害 航海王那個時候 你們也都覺得沒看過空頭 對啊 那些人 航海王現在還在走多頭 但是長龍這種 可以從三百殺到不到一百 對啊 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說 景氣循環股的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報 尤其景氣循環股 或者是說 現在真的很多的 你比如說像第三代半導體好了 你比如說像 最近元宇宙等等 就是說 建好就說 不要真的心太大了 我想是這樣的情形 那我想在晶片的部分來講 當然延調機構來看的話 其實他認為二零二二年 也有可能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台積電 連電這些看法 也大概都一致 認為因為真正擴產 是在二零二三年 才量才會擴產出來 所以理論上來講 確實不管是從交期來看 就是說以目前來講 正常的交貨期 大概九到十二週 那目前十月份的交期 大概延到二十二週 就是說多了一倍的一個水準 那其實你看到 就是說台積電也盡量供應給通用 這些七色晶片 因為非常缺 他已經產能 晶片的產能提高了六十八 他們通用福特等等 這些產能還是不夠 所以他們的財報上一期 其實也都不好 就是說以現在來看 真的非常的缺 可是重點來的 股票有時候真的會提早反應 一段時間 比如說反應個 提早個三個月半年 或九個月 類似這樣的情形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就會很詭訣 台積電年電這種大股票 明年景氣沒問題 然後基本面業績也都不錯 但是外資開始縮手 那外資縮手 大家也怕外資到貨 因為外資手上很多貨 外資有時候砍年電 一天就可以給你七八萬張砍出來 對啊對啊 是啊 所以大家也怕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的氛圍 所以大家現在以內資為主 都進去炒那種中小型的股票 那炒上來之後 大家就會開始說 這種是做夢行情 因為之後不用財報等等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你還是要小心 因為你要留意 比如說像之前 真的傳染股很多 漲上去之後 真的跌下來的時候 也蠻慘烈的 那我你 所以整個金融市場 現在其實主流還是看美國 看美國的通膨升息 跟美元 跟整個的金融狀況的處境 對沒錯 可是你會很吊詭的 其實美國的股市真的很強 可是你看台股跟南韓股市 脫鉤 脫鉤是真的脫鉤 所以我覺得 其實大家應該現在真的擔心 利率所謂的一個升息 減債等等 真的有可能又會導致美元 在這個地方的整理完之後 又開始走強 假如這樣真的外資 你要叫他買 他真的不太敢買 因為會差也是蠻大的 好我們稍後回來